大家好 我是大雷 今天准备做一个酸菜炖排骨 这么多 这不是啥正经排骨 有龙骨上的 排这排骨多 这块还行 挺好 这不都排骨 这还有大虾 焯一下 这个炒几分钟啊 本身都昏透了 就行了吧 不是酸茶 对 这银茶 行 接下来再准备捞点酸菜 试试这一家怎么样 要行 这样 现在再准备捞点酸菜 行吗这个 行 看着可以啊 就是看看馅 这上面这都烟透了 就是看看馅 一会儿切一家吧 嗯 看看馅透没透 咱们这多少天啊咱们 快一个 马上一个月了呢 上周二十号是吗 嗯 来一个 两颗白菜 你看馅里也透了 你看都软了 透了 透了 可以正常吃的 这都腌透了 这是行啊 这就行了 这就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嗯 让我吃着好 尝尝味道如何 骗一下 骗一下 切的是不是细 这边我妈也准备到 给这个整开了 没隔离点糖 隔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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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离冰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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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家画的是冰糖呗 嗯 我来偶尝 抹煮 锅 隔离 酱油 加油 小飞 是不是都抬了 是不是都抬坏了 那你又抬坏了 坐好 等着啊 给下锅 准备开始炖了 这个加这么多水啊 最少一个小时 放锅水了都快 放了点八角 花椒面 香 接下来再把这个蒜菜给它洗一洗 准备给它下锅了 我就蘸酱水 有点大还是不坏 是一大锅 夺带劲 这就开始等着了吧 等着吧 经过这一个小时的等待 已经差不多了 看一下吧 这一大锅 隔着已经好 酸菜加排骨卡 好好吃的 接下来再把这个蒜菜 给它放一下 用这个汤给它再煮一下吧 先放了点葱花 姜末 嗯 嗯 这么整就是 它不碎啊 要不不做事 它就碎了 看看这大一盘 哎呀 太带劲了 这把盆就撤一下 给它换上两个盘吧 来让我爸尝一个 怎么样 嗯 你这吃啥我没看着 我直接进嘴了 不不不不不 吃酸菜啊 嗯 就来了一个 鞋肠 嗯 这鞋肠怎么样 还行吗 还行啊 嗯 那就是炖的有点烂 这酸菜 我们奶还蘸的这个 你还蘸那个酱啊 你看 它味都没那么咸呀 它味不一样 好吗 酸菜最好吃 嗯 到我的了 来口酸菜 嗯 咸到还行 这酸菜 再等一等 再等个几天 我让他们吃行吧 还可以这么吃 放一点这个蒜酱 然后来点这个酸菜 给它蘸一下 这样吃 就这么吃的话 有那个蒜酱的味道 非常好 就是有点咸了 小肠就是有点碎了 也不错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